如果要说重电是过去一周 这个盘面当中的强势指标 他说第二没有人敢说 第一估价连续性的往上冲 华晨还说他接获到了这个超跑的订单 但仔细一看五只充电桩的订单 这对他的EPS贡献度高吗 还是说现在重电就是这个风口上的主流 随便站在那里每一档个股都有机会 我想其实这个应该这句话很有意思 应该是小米的老板雷军讲过的 站在风口上猪也会飞 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这样子 不过当然我帮大家澄清一下 因为真的是五只订单 我没有乱讲就是五只订单 因为台湾卖拿伦进销点就五个进销点 你路上也很少看到卖拿伦的车子 我还比较常看到这大牛小牛 对不对 不过这不是重点 而且甚至有人说 卖拿伦2025年才要推全电动超跑 你现在拿那五只订单有什么用 我想这可能是大错特错的想法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毕竟我们看到 其实他的子公司 事实上也是应该在去年切割出来 叫做华城电能 他这子公司 目前在台湾充电站的市占率 他是第一名 第一名 这第一名其实有好处也有坏处 因为如果后期是就上来 他的市占率就变低了 可是好处在哪里 这些国外的大厂进来台湾 他第一个想找你的 他不会想找市电 他会想找华城 因为你是第一名嘛 所以呢这东西就会变成说 你说他只接到这五只 就涨了好几只停板 甚至股价呢 应该说礼拜五的时候 一度来到100元 是有道理的 其实是有道理的 而且呢 我跟大家同意讲 这是华城电能 事实上呢 因为只有华城值565% 然后呢 他也引进什么 引进宏基啊 中株这种作为策略投资人 那我给大家看 这个其实过去 我们在2020年1月份 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去注意到 什么叫华城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讲到过了 其实国内老牌重电厂 重点就在这里的 他转型叫绿能工程 电透车充电站 及除能等领域 因为以前我们还很少听到充电桩 只有知道充电站 那个时候华城就已经在做了 那时候华城就已经在做了 所以这个东西 我们还是会看 上市刚刚那一张就好了 我们看到嘛 这个是2020年的事 所以他那个12月份 月增107% 那个情况之下 那个不是因为充电站的关系 那是因为什么 他出货给日本的日历的 风机的关系 再来看下一张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我们刚刚讲过的 当时只不过是 跟特斯拉的除能弹 进入推广年 2020年 现在不是推广年了 现在已经好几年后了 他在内湖做一个e-value 所以这部分 他已经开始做一个 充电站的一个营运 所以你看到他 他真的布局非常久 他股价来到这个程度 我说真的一点都不意外 而且这是三年前 这个冠青上节目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注意到了 台湾未来的发展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次 会特别从政策当中 来了解一下 不管是国发会 或者是政府对未来台湾的 除能事业推进的进程 对 而且当的时候 华晨20元 你现在看到 华晨说真的 很多人眼泪 眼泪应该是滴不完了 真是这样子 再来看下一页 我们看到 事实上我们当时提到 不只是华晨 我说重电这四张 四家公司 四电亚利中心电跟华晨 投资我们门心之问 是不是上个礼拜 最强的股票 刚好是 只不过我们提早两年 跟大家报告 三年 提早三年跟你报告 对不对 我告诉大家 未来会怎么样 投入绿能产业之后 会有不小的成长空间 结果应该写 应该要写说 应该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才对 这个是我的失误 应该写很大的话 你就冲进去买了 对不对 当时讲说中心电 做什么 轻人要电池 我有讲那开玩笑 美式法说会 讲完嘟嘟房之后 江老板就会说 我们来看轻人要电池 很多人觉得说 又没有客户看什么看 现在呢中心电轻人要电池 非但有客户 甚至连什么鱼青发电都开始做了 所以你看中心电的股价 值不值得现在的100多块股价 我觉得很值得啊 对不对 再来看下一页 我们看到事实上呢 这个呢 这也是国发会的一个 净零转型部分 他编列这么多的预算 你看到当然预算编列 不见得会执行 不过呢 这真的很夸张 对不对 9000亿 到2030年预算9000亿 而且这些东西其实呢 我们就不变多讲 我们看比较多的什么24%在哪里 再生能源跟轻能嘛 这跟中心电有关吧 24%在哪里 电网跟除能部分 除能就跟这些重电视君子 都很大关系 对不对 甚至包括这些其他部分 什么运具电动化 节能部分 还有什么资源循环 这等一下跟他讲到 什么资源循环 未来有一天啊 我想现在电动车 开始用很多 电动巴士用很多之后 这锂电池总是需要太除嘛 就是可能5年10年之后 充电的一个状况 没有那么好 你要太除 太除掉怎么办 放垃圾桶吗 还是怎么样去烧吗 稍微每个都爆炸 所以这个再生能源 就是在讲这个部分 对 再生能源循环 是其中一部分 就是这部分 所以这217亿 所以你看到 虽然说占比很小 可是你看到 未来太除的一些 锂电池要怎么操作 可能就是 也是丢去除能 因为除能东西 有个好处在于 其实台湾很多地方 你可以安排一些除能站 什么站 地方很大嘛 那这些电池 你可能 应该说旧的电池 有一个很大问题在于说 可能充电慢 放电也慢 那没有关系 我们是做除能作用 甚至做备原电源使用 所以这部分呢 可能都是未来 这个成长的方向 我们再看下一页 好 要看到Tesla 赫斯拉也在搞除能 你看这一次 这个是上海的什么 我们每次看到这个 它所谓的GIGAVACTORY 这个超级工厂 它这次不是这个做电动车的 它是做什么 做除能的GIGAVACTORY 对 所以你看到 它未来要生产 这个MegaPack的除能系统 它说呢 这一个MegaPack 它可以储存3MW的电量 供应100个家庭 一致的电量 那你看到 配合着这个绿能的发展 它的使用性越来越大 而且这一个 我们再看上一页 他说这一个超级工厂 不是只有供给 供给中国的使用 是全球的使用 所以当然呢 这部分呢 未来这个应该说 在它超级工厂 还没开始量产之前 这除能的梦还很多 但等它开始可以做的时候 可能到时候会小心一点 因为股价已经先涨了 然后再看这下一页 我想我们刚刚讲到 其实这些除能 相关供应链 其实请大家好好 把它记下来 今天这一页最重要了 那不只是这些 我只是举例给大家看 做重电的 中兴电 四电 华城 雅力 这跟大家讲过 只是我把雅力起来这里 它叫什么 泰逸的电池除能 为什么叫泰逸电池除能呢 其实雅力 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这个客户是谁 台铁 别人这前面这几家 没有台铁的客户 那台铁事实上的 这种轨道工程 或包括这些电 这个电动车化的 这些东西 电池 未来泰逸电池要怎么办 雅力有办法帮你做 你看到终于啊 终于雅力涨很慢 也涨上来了 对不对 再回来这上一页 事实上呢 另外一家也在做 泰逸电池叫什么 叫做华电网 为什么 它的客户是谁 它过去最大客户 就是中华电信 华电网 中华电信听起来很像 不过雅家公司 一点关系都没有 它的大老板 它的大股东是谁呢 叫做2395的延华 我们之前跟他讲过 延华不见得没有买得起 可是华电网 二十几块 会不会是下一档中兴电 这个我不得而知 那另外我们看到 清能部分 高丽啦 中兴电啊 台达电 上个礼拜五台达电 哇 我忽然在晚上 看到朋友传给我 买进台积电 不如买台达电 对不对 哇真的台达电就厉害了 台达电其实我们 归宗非常久的时间 联华 三岸工业 雨龙 这过去我们都跟大家报告过了 对不对 除能系统里面 不知道什么 大家不知道的 系统电 系统电的除能是打进去什么 打进去台电 这等一下我们有机会 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包括我们也讲过的天宇 对不对 绿天部分这些什么 四季钢 深微元金 茂迪跟安吉 我这边还露力的到一栏 叫什么 叫永贯 因为永贯刚好法车会说 未来今年可以成长10%到20% 我想这些公司从什么 倒是都可以值得去留意 我认为今年的一个发生潜力 都不容小觑 重电四君子 我们要请关青来帮我们 扫描一下技术形态 到这个位置点 有的都是新高 还能够介入吗 我认为拉回买进 事实上我个人现在 你问我 如果叫我去买 要买哪一档 我去买市电 我在讲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在连线的时候 跟大家报告过 因为呢市电 它现在是跟谁 跟核润电能合作 对不对 那核润电能呢 事实上呢 就是核润 就是核台车嘛 未来如果丰田 这个Toyota的 这个每一个据点 Lexus的每个据点 都装一支充电桩的话 哇 全台湾 光双北我已经算过 光双北 要装33支充电桩 所以你看华晨 接5支就长成这样 但是我刚讲说 这样不合理嘛 因为华晨本来是领导者 所以其实 而且市电这家公司 市电这家公司 它之前我看到 它的一个新闻稿讲到的 它说它跟中兴电华晨 不是竞争者 因为中兴电华晨 都是我们的客户 为什么呢 我在跟大家讲到过 一个电池的 整条供应链里面 中兴电是可以 市电可以从头做到尾 对不对 别人还做不到 所以如果 让我来选的话 我想华晨应该还是很不错的 应该是中兴电 市电还是不错的 不好意思 OK好 谢谢关静 我们先请关静回座 刚才讲到了 华晨光接了 五支的充电桩订单 股价就涨成这样 千万不要以为五支很少 这只是一个刚开始 而且华晨呢 是这个第一把交易 所以看到了 未来的发展性当中 不容小觑 那其实两三年前 这个冠金在节目当中 就已经持续 一直在帮大家掌握 整个重点 这个未来的这个储能发展 所以呢 连国发会的这个计划书当中 也都可以看得出来 要花九千亿元 在2030年之前的预算 在各个产业当中 从政策来推牛肉 所以今天2023到2030年之前 预算将近九千亿元花在哪 这个部分一定要仔细的来进行厘清 那当然龙头大厂Tesla 他们在上海也要来搞除能了 也要搞一个除能的超级工厂 所以在纵观国际情势的情况之下呢 台湾有很多相关的这个供应链 股价找到这个位阶点了 关键认为压回可以来做留意 重点四军指当中 他特别还点名到了市电 未来的爆发潜力 可能相对会比较大 讲到未来的爆发潜力 有没有发现最近很多的公司 都讲下半年伺服器会大爆发 到底有这么好吗 我们下个节奏回来再来追踪